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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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莊Sir, 我們保安公司早就照你的吩咐 在你指定的地方加安了閉路電視 以及在不同的入口 加強了保安人員的出落 麻煩你 媽媽, 這裡還有什麼? 在這裡打電視遊戲機 各位, 今晚押軸出場的是萬眾期待 全場焦點所在的普世之光 普世之光是古埃及法律王 其中一位飛殯的陪葬品 曾經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 法國的羅浦公 等著名的博物館展覽 這次有行在香港展出 的確是香港珠寶界的城市 是, 警察 莊Sir 萬應打電話 如果我的標是六點五十五分 七點零五分 你再將糾精的保安系統 完全癱瘓, 維持一分鐘 之後你再回復正常 你要做的是行動 收到 零五分 所有收到收到 十九點零五分, 會有行動 是, Sir 麻煩啟動保安系統 一定會想像 相汽樣 零一把 操縱 零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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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成功 你再偽造 四把 零一把 表情 零一把 鮑 零一把 零一把 便 零一把 天氣是甚麼環境 水靜何輝 TB呢?我來這裡 一切正常 沒事 正常 馬英繼續打遊戲機, 一切正常 下班了, 英俊 中Sir, 馬英留在咖啡室 跟著他 韓先生, 阿匡小姐在接近 上車, 後面是警察, 上車再說 你怎麼開車? 警察做事 我們有甚麼事? 後面是警察, 掉下來再說 不過剛才在頂著我 放心 小心, 甩掉他們之後 我會準時送你回去 中Sir, 姚誠天剛剛在會展門口 接了一個女模特兒上車 他們現在正在游車 看來他們是帶我們游花園多 繼續跟著 中Sir, 除了我們的車之外 後面還有一輛車吊著我們尾 車牌是E5 X-ray 7539 好, 我會找人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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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關門了, 我們應該怎麼做? 你們先收隊 韓先生, 我們現在仍然一直在跟著他 不過除了我們兩個之外 還有一男一女, 兩個警察在跟著他 千萬不要輕鬼妄動 我不想看到有警察騷擾康小姐 我不管你們用甚麼方法 我要康小姐盡快安全回來 嘉明, 我們已經收隊了 收隊? 九子姐的動靜也沒有了嗎? 沒理由 我剛派進了他們的保安系統 破了他們的密碼 我還將護衛戰系統集你一分鐘 搖成天成眼彩九展? 糟了, 是會展 搖成天的目標應該是會展, 不是九展 你繼續準備, 等我電話 Man, 給我馬上去會展 今晚有什麼展覽? 還有, 我要清楚知道 會不會是展覽品的詳細資料和價值 阿玲, 馬上去會展, 給我照顧一下 還在跟著你 放心吧, 不能跟著很久 還要跟我送給你的手袋嗎? 你不是應該開心嗎? 是呀, 我很熱門足 你還說什麼? 有展覽品的資料嗎? 我查過了 全港的場館 沒有超過一千萬的展覽品展覽 除了會展 莊Sir, 到了會展, 看過了 最貴重的那條保石鏈還在這裡 沒什麼失事, 也沒有不妥 你坐下找吧 謝謝 Alo, 你的東西怎麼樣? 他們說還在風平浪靜, 沒料到 大家收拾吧 是, Sir 是, Sir 你整晚去了哪裡? 知道拿著這麼貴重的東西 到處就很危險嗎? 對不起, 我去展覽館 見到兩個警察 我和姚誠天比了他們整晚 什麼?那兩個警察, 我很肯定是他引出來的 韓先生, 條件是假的 還用跟我送給你的手袋 姚誠天 姚誠天 那麼好, 韓先生, 你們打包嗎? 我有東西不見了, 是不是在你身上 你要東西不見應該要找警察 各位, 我沒用的 你要的報酬已經給你了 你這樣做好像不太尊重我們的遊戲規則 你還有什麼想要的? 第一, 我要拿回之前你身上偷的東西 第二, 我想請Erica做我的秘書 我拿了你的東西, 我可以還給你 至於你能不能請Erica做你的秘書 就要看你自己的一本事 你好 看來你的相片是要問我是不是嗎? 為什麼你要走這一步? 想告訴你, 韓宇亮贏不了我 你一開始打算騙我 不讓你知道, 而令我的計劃變得順利 有什麼不可? 說到最後, 我也是你計劃的一部份 在你的立場來說, 我同意這樣看 不過, 有影響到我們的關係嗎? 你真的分得那麼清楚? 我可以分得那麼清楚 你不覺得你利用了我和騙了我嗎? 你的情緒不穩定 我不建議我們討論下去 但我希望在你冷靜下來的時候 你嘗試一下不要煩事 每一件事都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好嗎? 那我應該用什麼角度去看? 譬如說, 好像我能夠原諒你 吞了我的三百萬一樣 你嘗試回去逆地如署想想 錢對你來說真的這麼重要? 那件事我已經承認了 我真的打算給你 你銀行打劫完之後 你把錢給銀行 就可以免避起訴行劫罪嗎? 你不覺得你真的令我改變了嗎? 我真的有辦法可以令你向我付出真心嗎? 還是你所做的一切就像上次一樣 只不過是你救了你們的部分 你上次輸了, 你這次想贏? 我和你都是同一類人 所以我們做事的手法 是和小儀不足為奇的 你這次贏, 我輸, 你開心吧 會展朱寶展有人來報案說 普世之光被人偷弄轉方 豈不是何時發現的? 對, 展規會剛好完 我們巡禮會有鑑證專家 檢查所有的展覽品 經過專家的鑑定 發覺普世之光是假的 那有沒有翻查過保安記錄? 有, 我們翻查過紀錄 發現會場的電腦系統 在展出的第一晚 晚上七點零五分曾經被人入侵過 保安裝置曾經刷入過一段時間 你真棒, 整個目標 根本不是九千元的會展 我探討所有東西給你看 你也查不到, 根本不是我的問題 是你有問題而已 這裡有你的犯罪證據 你跟著我回警局 這些證據是證明 你入侵九千元的磅礙系統 並不是我入侵 是你的犯罪證據才對 況且有很多警察和我一起 在黃昏道 在咖啡店裡渡過的 我有很多時間證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 你忘記我說過 我敲屎肥老奸被人入侵這件事嗎? 你現在就要被人踢出侵了 對不起, Sir 我不是要道歉, 我要解釋 一天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被他誤導, 還有利用了 你知不知道這次我們輸得很慘 我知道, 整群伙計都中了他 還做了他的時間證人 個個都好像被他玩似, 任他擺佈 你早就知道 姚誠天剛才對我說 我也是剛才知道的 你如果他只有力助手 他沒理由會善你 他這個人疑心太重 可能怕我會洩漏 有, 所以連我也騙了 他是不是當我們兄弟? 你幫他兄妹相應 又送車給你升理職 要不要花一大筆錢 幫個日本人買擺拳幫你爸爸 他應該很順利才對 他要的是百分百個安全 他只會相信自己的東西 莊Sir, 你多給我一次機會 我一定會將供贖罪 找到證據去負責他 劉Sir 莊Sir, 我希望你暫時 不要公平這件事 現在不是說我們不肯幫你 杜仙案的寶石營是價值連城的 現在被人偷弄轉夢了 我敢也敢不住 你給我兩個月時叫我 我一定可以找回廉寶石營 和我捉捉賊 老衛 我已經知道什麼人做 只是只是只是少許時間 我憑什麼要相信你? 憑我 我們已經知道哪幫人做的 而且我們已經查到紙箱在身邊 好嗎? 放心, 莊Sir 到時候我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 好,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不可以再拖我了 好, 就一個月了 你看, 多好, 剛好大小 多漂亮 真好, 這次你最厲害 謝謝乾爺爺, 乾媽媽 我想不到送什麼給你 錢最實際的, 喜歡買什麼… 謝謝乾爹哥 謝謝 其實我也有份小小的禮物送給你們 好, 當然 是啊 一人一份, 這份是… 謝謝… 麻煩的 是啊 謝謝 其實這些水晶鏈, 我也有一條 這幾條水晶鏈的水晶是我逐個逐個選擇的 我希望他們可以祝我們一家和諧、平安、健康、快樂 你真是有心思, 我愛你 一人一條真的很賺鬼 對了, 阿姨, 為何你媽媽不來 我叫你聘請她來 她美容院的生意很忙, 走不開 怎麼看都說不通 今天是我們跟你想契的好日子 怎可以讓你媽媽不來 乖孫, 萬一我們要專程拜會她媽媽 是… 遲些吧, 因為她媽媽最近在大陸和日本 在分店工作 所以經常要四處飛, 再一個時間… 是…下次吧… 好… 怎麼說怎麼好呢? 阿姨, 看看喜歡吃什麼 可以了, 隨便可以了 這樣嗎?不如叫蒸魚吧 阿姨喜歡吃蒸魚和炒菜的 好, 我也喜歡吃海鮮的 阿姨, 你叫 你真是合理 說說話吧, 為何你們這麼生寶 我知道了, 嫌我早訂做電燈打開 不要緊, 我想走開 不要緊, 我希望回到你之後 見到你們大家可以對不起你 不好意思 你呢?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跟妹妹來吃飯 不是吧? 你在這裡? 不是呀 怎麼這麼… 你走吧, 別自見了, 別自見了 你走路不走 原來是這隻狐狸精 真是冤家龍袖 這麼多年不見, 居然在這裡讓我見到你 不知道走到什麼壞運 沒事, 我還沒認錯 你幹嘛居然這樣走? 心虛呢? 心虛知道自己做錯了事 拆散了別人家庭的幸福 怎麼樣?現在生活得怎麼樣? 我一直都想放長眼睛來看你怎麼摺動 夠了, 不要再罵了 阿姨, 你別管了 你不知道那麼多的 這個女人不是好人的 不要再這樣罵好媽媽 你說什麼?你說她是誰? 我說她是我媽媽 我知道我這樣騙著你是不對 對, 但她真的是我媽媽 我知道你對她很有成見 所以我不想你們不開心 我才不說而已 原來你一直知道了, 你瞞著我們 原來她是這個女兒 她騙著我們 媽媽的成見事不是這樣的 爺爺媽媽, 你們不會… 阿姨, 別這樣叫我們 你當我們傻子嗎? 一直瞞著自己的身分 來玩我們 簡直豈有此理 阿姨, 我先別默奏 你偷告訴我 別說了… 今天上天的事就這樣算了 總之我們以後別跟他們倆 扯上阿摩關 我給你一點點 給你 阿媽 給你 你給我一次選我 這隻阿船, 走吧… 你倆別那麼激動吧, 試喝身體吧 不生氣就假的 你還要幫著他們騙我們? 那不是, 整色整髓 又說要上契 也不知道他有什麼居心 既然想上契其實是真心的 只不過我們沒有人預計那個女人會出現 我不管, 總之我見到那個女人就生氣 總之騙我們就不對了 其實健兒一早已經想告訴你們 真相是什麼, 不過是我不給的 原來你早就知道?怪算 怎麼連你也跟他們騙我們 我不想你們不開心, 不想你們失望 我現在真的不開心, 又很失望 簡直是生氣得爆 阿天, 你為何要幫著她? 你忘了那個女人害得我們多慘 你應該有一個美好的家庭 有一個很好的童年 就是那個狐狸精 害得你爸爸拋妻棄止 令你媽媽整天眼淚洗臉 這個女人腳不好 害得你爸爸生意失敗 最後還關上腦袋 媽媽 爸爸媽媽他們死是因為卡通意外 你知道的 還有, 這些是上一代他們三個人的問題 為何要我們做下一代的承擔? 況且健兒做了這麼多事 就想告訴你 他…他不想你們生氣他 你記得嗎? 你扭傷了腳, 誰會帶你回來的? 還要, 爺爺你不舒服的時候 誰當你小朋友這樣哄 又叫你求你吃藥? 他又有骨氣, 要給我一杯 好, 弄得自己進去醫院 以為不能踩單車 他做這麼多事為甚麼? 就是想你們不要生氣他 我問你們兩個了 他是否一個女孩子? 如果你們答案是的話 那就是證明他有個很好的媽媽 他媽媽必須要的家教很嚴 還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能力 才能夠教一個這麼好的女孩子 因為這樣一個女孩子 是不是還有一點可取之處? 雖然是這樣 但是你一時刻要我立刻接受 怪不得我接受不了的 我不管, 總之那個女孩子生的 就是野種 我不會承認這樣的孫女 你別這麼野蠻 有些事情發生了是不能改變的 健兒, 是那個女孩子的女兒 同時都是你的孫女 這些就改變不了了 不過他做這麼多事 就想你們不要生氣他 想你承認他而已 還有, 如果真的要說生氣的話 應該是我去生氣他, 而不是你們 所以我明白你現在是心理的 最初我聽到我也接受不了 但是給點時間吧 還有你的視頻 還是你看看 你們想抱著一個不開心的包袱 蓋上下半輩 還是身邊多一個又聽話 又疼你們的孫女在敲順你們? 老闆, 麻煩你收拾一桌 龍利葉川貝羅漢果來吧 行 謝謝… 怎麼是你? 怎麼會這麼小? 什麼事? 想看看芝芯 芝芯是我看重的 一輩子都是這樣 什麼都要死爭難爭, 死勝不敬 好…不要緊, 你一把年紀 我養給你, 我不要了 什麼一把年紀? 說我那頭很近, 咒我早點香 我不用你養 芝芯入口很漂亮, 我不要了 太太, 芝芯… 不要緊, 我看著你 對, 婆婆, 你真是認識我 剛才那枝芝芯的確不是那麼漂亮 我想你還是要看漂亮的東西才行 這枝我們真變之母, 是不是很漂亮? 這枝多好, 夠粗夠大 就這枝吧, 撤掉 你還沒說多少錢? 剩下九千八 什麼?九千八? 你這樣的貨色, 我不要了 不行, 現在資深節了 你還沒告訴別人多少錢 你就拿去切 婆婆, 你不是弄一弄, 不能幫忙 現在資深節了, 你說不要 總之你現在不給錢就不能 你不要欺負別人的婆婆 婆婆, 又關你的事? 我看不過眼, 當然要出聲 第一, 你知道深根本不值那麼多錢 第二, 先別跟別人說我的價錢 我可以做證的 是… 你好, 跟婆婆道歉 要不然我就… 我就去報告投訴 你看你以後怎麼做生意 是…如果你不跟我道歉 我就去警局報警 是 我還要去消… 消…消費者委員會? 是, 去消費者委員會投訴 是 是, 唯一…你去看看 真的, 就好 正常人, 老人家的家 是街商, 以後要小心點 這次全靠你, 不用手指勞 怎麼這麼高? 這間屋子雖然很小 阿蘭,你做得多骨子 一看就知道人家下了很多功夫 我和你幸運,有個乖書要照顧 什麼都不用我們管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我不過想稱讚一下阿蘭本事 知道貓頭櫻和小飛像你喜歡的話 我和阿妹有個隨時奉陪 當然,如果你們覺得累 我和阿蘭的手藝很漂亮 好… 你看,阿蘭他們說 多會哄老人家開心 就是枉你生日後更生氣 真是有點不乏 看來阿兒的笑容真是挺像他爸爸 那個臭小子沒什麼好 最好跟我們兩老 生了一對這麼乖的孫兒子和孫女 老實說,其實我後世真是太任性 想到什麼又做什麼 自己喜歡的一樣東西就把頭拉過去 又從來沒想過後果 又沒想過別人的感受 過頭來大家都受傷好 大家都不開心 怎麼關你的事 每天都要我兒子不好 我是生氣的 不過你感覺很快就會消失了 因為她令我有了阿兒 而阿兒又令我對人生的看法不同了 很多人都說單身的家庭 這小孩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婦女 但我又不是這麼看的 因為阿兒的關係 令我清楚了人生的目標 好,告訴我自己聽 我還是要用心養大她 讓她不要變成別的我 讓她不要變成一個失敗者 你怎麼會是一個失敗者 阿兒,現在你看看阿兒這麼好 就說明是你這二十多年來 這麼辛苦養大她 你們也不簡單 阿天有這樣的成就 你們倆是居功不少 這就是浪浪牙膏的事 別說了… 其實做人最重要是展望未來才對 我同意 其實打牌就像人生一樣 誰出倉,誰吃虎 打完這一局就重新來過 有很多機會 各位 又是我 機構在這裡 真是好,不會 我只是想要去看她 你好… 我不是發夢嗎? 你們倆在這裡 還開桌子嗎? 是呀,人生美妙之處 就在乎四處也有意外 還有驚喜 你們倆太好了 好 瞞著我在這裡感動陳昇 下次再遇上你 給你一個機會合敬我們的長妹 話說回來,八圈就已經打完了 這麼快? 不肯,難得才找到這麼好的麻將腳 不打架,我肯定不走 很簡單,就收拾位,又起個洞 師傅,我給你上手 他真是好人 老闆,老闆,老闆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一點 慢慢打 對,老闆,走也不要緊 我們在這裡打麻將 你負責做宵夜給我們吃 好,老闆,這位師傅叫我那邊 不是,豉油王,乾燥牛肉 老闆,最重要是大家打得開心一點 就多贏一點 好,我們四個都贏誰輸? 來吧 我贏了,我贏了,我贏了 我贏了,我贏了他,他哥哥 好,來吧… 豐小姐,你媽媽經常發脾氣 有時間來看看他 媽媽 乖,沒吃東西知道嗎?會餓壞的 媽媽,你很多天沒來,你很忙嗎? 是 忙甚麼? 媽媽,我小時候是怎樣的? 你記得中學時有個男朋友追過我嗎? 叫月成天那個,我最近碰到他 那種感覺跟以前一樣 我曾經以為可以跟他在一起 但怎料… 你看過我那時候,臉很胖 很喜歡笑的 是嗎? 我跟他感覺好像很接近 但突然變得很軟 他真的很難觸摸 我為了正如他說,他只是要贏的人 但偏偏在我想離開的時候 我就跟他幼了 是呀,你真的幼了下巴仔 你胖了 不要緊,我決定下了他 暗身帶寶寶,你一個這麼痛苦的世界 是呀,人家告訴我 B貨是假的,不要要 不用擔心,我沒事了 沒事,那就好了 粥是你煮的嗎?好吃的 媽媽 月仔 姐姐 粥好吃 是嗎?你猜一下,大約有什麼給你 什麼? 什麼東西? 看看 這些是車梨子,很大顆 很難找的 媽媽,你慢慢吃,我會不會洗 這些還大顆?多大顆? 有多大顆? 你看看… 底下的還大顆是不是? 是呀 我吃這些,這些好吃 好,我現在出去洗手 我先去洗手,回來後就給你吃 知道嗎? 是呀 姐姐 要不要看你的面招呼都不打過 幹什麼? 沒有,你說我久沒探媽媽 我今天就來探媽媽 你知道媽媽住在哪裡嗎? 你來她多少次 我當時有很多工作,現在就好 我稍後會有多東西探望她 我被耀生查了 那就好 姐姐 怎麼了? 我…我知道你這段好環境 我還是想找回她的工作 但我免得媽媽擔心 你有求於我,對不起 但我想模特兒這項也不太適合你 你知道我不是說這項 你任命這麼說,我跟韓先生說一聲 幫你?我為什麼要幫你? 當年家裡有事 爸爸走路,媽媽給她一身債 你在哪裡? 那我當時… 你知道這麼多年了,我給她一頭家 你現在要我幫你? 姐姐,我知道我當時是錯的 但我只是想出去闖一下 好,你這麼聰明,你靠自己 不用來找我 姐姐… 這個手術很簡單,十五分鐘而已 做手術之前會替你麻醉 有沒有問題? 好… 好… 我以為你不認識我 不是,全哥 工理又不回,錢又不還,電話又不通 留言給你們當我留的 你不是當我爛,全哥當我留的嗎? 不是 我叫你什麼時候還錢就要還錢 不是,全哥,你知道我現在失業 我又找不到錢,那幾十萬 不如多遲一點吧 那你借錢,炒賣錢,答應得這麼爽 不是,全哥,你知道我真的沒有 那怎麼辦? 我真的沒有,做事 不是,全哥,全哥,不是 大哥,我的秘書交給黃先生 黃先生 全哥,黃先生是不是叫韓二良 你給我聽… 黃先生的名字是你叫的? 不是…我叫康世傑,他認識的… 他又怎麼樣? 不是,我…我是他舅兒,是呀 你說是就是呀 不是,你帶我去見他,全哥,麻煩你 一請 是你嗎? 是呀,我是康侍儀的弟弟康世傑 韓先生,記得我嗎? 你想怎麼樣? 沒有,我知道我姐姐和韓先生 你關係好 我問你想怎麼樣? 我想跟韓先生,你要找適合 你還欠我幾十萬元 連姚誠天都不肯要的人 你憑什麼跟我找適合? 韓先生,我現在比較浪費 但是你相信我,我一定…一定有用 我有個留獲消息 我給你做見面 不是的,關於我姐姐和韓成天的事 說來聽聽 幹什麼?想和我討價還價? 不是,韓先生 我真的想告訴你 我姐姐表面對你也好 其實她和韓成天有一首 這叫內幕小誠嗎? 不像…她和韓成天有個兒子 不過她和韓成天很失望 所以她下了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事是真的 我親耳聽到的 我看著她走出診所的 不…不信,我有地址,你去查一下 現在我給你一次機會 謝謝韓先生 姚先生,有人想見你 你快點去查一下 你快點去查一下 坐吧 對了,我死不起來 你現在是我的客人 有甚麼可以招呼你 我今天不是以你客人的身分來找你 是一口善意的小孩的身分來找你 你的身分真的在陳俗之中 是嗎? 是呀,我這次來不是想求你給我甚麼機會 我只是想帶一個關於我姐姐的訊息給你 她的事,如果想讓我知道的話 她會自己說,不用勞煩 可不可以告訴你她有錯 我可想她下了 看來她下了,人家很開心 我肯定是開心 我肯定是開心 我不想我姐姐信錯人 你不是這個人 我更加沒理由相信一個我不信任的人 我早知道你會不相信我 拿了一張卡片 你喜歡的自己去查一下 先走了,韓先生 我還能發現你 我從你電腦拿的東西 我還不乎回來了 我們其他人都ange jag 遊戲好嗎? 原來韓爾倆一直都看不出來看 有奇怪的,也沒什麼本事 其實裡面全都是我大學時期的功課 當中有幾個遊戲 是現在一本最流行的幾個遊戲的舞梯 當年我用很便宜的價錢賣給他們 沒有人多了,當時還沒紅 你們開不了來看,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我用了最強的保衛程式,將它加密 目的就是不想其他吸數低劣的人 看到當年我清純的一面 我根本就看不出來 但不是因為你吸數低 是因為我騙過你 看你騙我什麼 你沒事吧? 我把他送給你 你知不知道 你說針對和搞的樣子是一樣的 但你不是 我不想說的話,我是不會說的 但你小時候跟你不一樣 他說了一些不應該是他說的話 你知不知道跟你說話真的很辛苦 我怕,我會說話 姚誠天,你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你做的事,說話全部都不合落 真的不合常理 你明知道把刀在你後面前 你都搭前一步去迎上去 你想安一熱心 你就說今天天氣很好 你到底是否懂得去說一些做一些 和你心一致的事 我不想再一個人出這個門口 我不想再一個人吃飯 我不想再一個人退休 你以後都會這樣 你一輩子都會這樣 你什麼都不想要 你只想贏 你贏了你所有人想贏的事而已 但我輸給你最終一個決定 我沒想過這個決定贏你什麼 你說什麼?我跟你說話真的很辛苦 不要 姚誠天, 你今天是怎麼樣的人 你做的事說話 全都不合落, 不合常理的 你甚麼都不想要 你只想贏 你贏了你所有想贏的東西 你怎麼回事呢? 甚麼都不用說, 最重要是有人沒事 沒事的了, 沒事的了 哭吧, 哭完個人比較舒服 齊哥 齊哥, 等了很久 小姐, 坐吧 我的貨呢 甚麼意思 小姐 對不起, 哭了 你這件生意我沒有本事接 江湖規矩, 我賠回雙倍訂給你 你收掉吧 怎麼會這樣 我看錯了人 我給我的拍檔吃我的甲棍 你的意思是說我的貨 給你的拍檔吃了甲棍 好, 他二五命長 走 爹地, 雖然我們對大家的人像很深 但我想告訴你 我知道, 我終於認回哥哥 爺爺和媽媽 兒子 你看看, 現在終於一家團聚了 多開心 好吧… 拜訓, 過去吃齋吧 好 好 我待會要開會 我不跟你們吃齋了 肚子訂好了, 買單了 對…如果你吃完之後 你會打給我, 把車過來接回去 媽媽, 看你多好福氣 你的孫子真是孝順你 不是我賣花綻花香 我的孫子什麼時候都很疼我們 行了, 乖孫子, 工作重要 有個建議陪著我們就行 建議, 你看著我們 我走了 你慢著, 看看你 這裡髒了, 吃東西不矯咀 六十一籤, 這支是下下籤 古人就是十二金牌照樂飛 恐慌自身有點危險 不是吧, 你看完這支 六十五籤, 也是下下籤的 古人就是後主失國, 危機四伏 萬事都要小心 你有沒有看真, 兩支都是下下籤 我也是依書直說的 或者這樣, 你多簽些香油 想多煮香, 徒秀會保佑你的 真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我求的那支是下下籤 幫阿天求的那支也是下下籤 醜的不靚, 好的靚 媽媽, 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 你明白嗎?你別這麼擔心 我?我一向不是很相信她的 她可能想我們添一些香油 那我們也要添一些香油 你… 阿儀, 阿儀那邊怎麼這麼多人 為甚麼要綁住他們的手 還有一刀 糟了, 是不是綁命嗎?不是吧 救命呀, 別人了 救命呀… 阿儀… 阿儀… 糟了, 不要緊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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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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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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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你們放心 知道, 姚成田他乖乖 肯拿回我的東西出來交給我 我就放了你們三個 現在就和你們鬆了房子 讓你們吃飯去廁所 不過告訴你們 千萬別想起那些古靈精怪的樣子 否則有苦你們自己受 這位大哥, 你要甚麼呢 你和我哥哥說就行了 他們倆的老人家也有病, 要吃藥 你先看看他們 我留在這裡, 好嗎? 留在這裡幹甚麼?那就最好了 你大哥就快點把東西還給我 你們到底是甚麼人 我乖孫拿了你們甚麼 為甚麼你要抬押我們 要威脅我的乖孫 做些犯法的事 你的孫子買冠巡之爺 他夠膽蓋我尾珠 吞了我一件名貴的東西 我現在就好好的交付他 你有沒有搞錯? 我的孫子是不會做犯法的事的 他的孫子不會做犯法的事 你的孫子 你以為他開遊戲機的遺失嗎 他開遊戲機的生意 只不過是掩人耳目 他是網上大賊 你以為他利用那些電腦去找大水 他在往後正常 誰都跟我 綁枕的對 原本就是天生一對 誰不是永遠賣力地盡水度 只在路上积居 到下去是哪樣苗肥蘆 根本你說我也在直播式角度 怎分得到你想要去的 感谢观看